另外在台港人 今天的夜召开记者会声援 香港民主派初选被判刑的45人 他们愤慨地表示 这是对民主自由世界的判刑 也是要制造寒蝉效应 让流亡海外的社运分子晋升 同时再次提醒 今日香港 明日台湾 也不能这样子说 因为他们受的苦 当然就是他们在被判刑之前 已经挽压了非常久 那到了今天 当然就是算是有一个结果 那当然其实大家每个香港人 都会觉得这个判决其实不意外 因为我们都知道 香港的政府就想要透过这种的手法 要让我们害怕 然后就是不去发生 如果大家不去捍卫这一个自由民主的说话 有可能就真的明天 就会变成好像香港一样 没有办法开一个这样的记者会 这个请大家真的好好看一下 其实我不喜欢这样说香港 但是现在的香港 真的可以给台湾的民众看一下 未来中国想将台湾变成什么的样子 香港编程青年金融 这次判决毫无逻辑 凸显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 已经荡然无存 香港艺术家黄国才子强调 香港民主的堕落 让附近的城邦要警觉和团结对抗 香港的局势为台湾提供了重要的警示 台湾人要更加坚定捍卫 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 别让敌人从内部破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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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